凤吹河北岸 画开向阳之 打开三国志 先念定场之 来一个 不来了 天不错 你看 这个来一个来一个准是有人教你们 但他没想到后面换词了 我说天不错天不错 你们就说啊就行了 下回记住了 那再来再来 不来了不来了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呀 完了你们猜不着了 不行这观众太笨了 那换一批人啊 开心不开心 开心 太好了啊 这样话就不用说三国了 咱们坐在一块就说会闲班聊会天挺好 好 罢了 就是不知道平台干不干 花那么些钱录点茶馆聊天就是 谢谢各位吧 这个上文书说到哪了 罢了 这句一定是教的 这个 你们忘了我不能忘啊 另外我已经说了 我说我不能说太多的闲班了 行 好的 我这最大特点就是听权 这就是常年呐在一线阵地说书说惯了 没办法 他跟电台电视台录像有区别 观众来了 你进门坐上就说 昨天说的哪了如何如何了 显得太外行了 非得聊闲天 聊一会儿啊 现场你不管那会儿茶馆大小吧 做70人50人的 就是聊闲天慢慢的把你带到书中来 就这个聊闲天让人爱听 这才是能耐了 所以说天长日久就养成一个爱串闲话的好习惯 但是也不容易 你这个您各位 你们是不是不花钱呢 你真上茶馆听书还得花钱呢 花钱听人说闲本 招谁惹谁了啊 挺好 听三国长知识 你就看他这个书中的每一个人 不同的时候的不同表现 可能在你接触三国之前 你想象中 曹操就是那个大白脸 要多坏有多坏 其实你一路听起来 人家没有多坏啊 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军事家 政治家 很有人情味 在你们心目中之前 那个塑造出来的中后长者刘皇叔 可能倒让您觉得这人做人有问题 对不对 你包括吕布 你光知道吕布能打仗啊 很厉害很英俊 但你并不知道他糊涂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样 人就是如此 可能之前先入为主 不管是京剧啊评书啊讲故事 其他的这个什么艺术形式 给您塑造这个形象影响太深 但是咱们说就得给人掰开揉碎了 所以这个书难也就难在这儿 包括咱们说 已经说到吕布这儿了 吕布已经快over了 快杀青了吕布都 那吕布跟陈弓之间 其实这个状态就很难受 替陈弓难受 以身能力 就这个智谋 那个脑子 但是货不能卖于石家 这就没有办法了 我是一个很大的珠宝商的专家 什么叫钻石啊 红绿宝石我都熟 然后你给我搁的棒子面市场 我也不懂 我也说不明白 我汇了那套 在这儿一说人都催我 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法弄 就咱们现在有时候老说 这三观不合 咱别在一块儿聊 就这么简单 三观都知道吧 武装观 白云观 眼前吕布先生快领到片酬了 这是尾款啊 怎么尾款 你得演完了才能给你最后的钱 他快演完了 这两天记酒 吕布说了不能再喝酒 沙文书咱们提到这个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他觉得还行 不能再喝酒了 不光我不喝酒 你所有的大将啊 兵丁啊 文武官员呢 谁也不能喝酒 不要喝酒了 我们要好好的 还好好的了吗 那玩儿 不喝 不喝就不喝吧 来送死鬼 人家喉成啊 给吕布养马的 不光是吕布的马 军营中战马这块 他是那总负责人 他来了找吕布 有个事跟您说 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出点事 来个人偷咱的马 偷了150匹马 但是把他抓回来了 并且把人都杀了 马都吵回来了 没丢 满营将官说这个事啊 值得庆祝一下 他们说找我喝酒来 您刚说完不让喝酒 我们也没敢偷着喝酒 但是巧了 我之前还自己酿造了一批酒 我给您送点来 送点来 然后您也尝尝看怎么样 您要喝一杯呢 我们也喝一杯 咱们庆祝一下这个事 吕布翻脸了 刚说完不让喝酒啊 嗯 你就敢喝酒 这不成军法从事 上文书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说来人给侯承拉出去 切了 把脑袋给我剁下来 啊 赶紧赶紧 别耽误着 马上有人就往外来 侯承吓坏了 因为侯承对吕布来说 忠心耿耿 确实对得很好 没想到 哎呀怎么救命啊 人就往外拉 胡拉超来了几员大将 给蒋晴 为首的呢 宋献未去 这两位将军 蒋晴把您别去了啊 大敌当前用人之计 是他做的不对 他不也没喝吗 只不过是一时糊涂啊 您饶着他吧 大伙都劝了 吕布说那行 死罪免了 活罪难饶 打他五十备花 五十备花 这人把上衣脱了 光着膀子 哎呀我这一战 背花嘛 不能打钱嘛 打后背 拿鞭子打 那么 啪啪 打一十字 是吧 打这叫背花 不好受 那三鞭子据说就 人就得打烂了 这五十呢还了的呀 好在呢 就是营里边行行的 跟猴城也都熟 大伙是连喊带炸虎 这连喊带炸虎就有偷熟 啪啪啪 这不打着吧 连打带手术 再跺脚 跟这一块江湖 这个呢是制造生威 让吕布在屋里解恨 打得很 这个很重要 包括挨打的呢 也得跟这配合 哎呀疼啊 这就达到了长官的高兴了 不白打 但是这个就倒不了五十下 也就没这么准确的数字 差不多就完了 你就怕那个捏坏损那个 打的时候结结实实 一鞭子一鞭子的 再加上挨打这种 再耿一点 再咬着牙 来呀 那能打一百二十鞭子 这五十被花打完了 这人就动不了了 后级都烂了 李博说拉回去 把他搭回去养伤去吧 这帮人算是回去了 吕布坐在这自己还跟自己生闷气 接下来怎么办 前途未卜 曹锁这边呢 人家也得开会 其实曹锁也很着急 到这来已经两个月了 接下来怎么办 不好说 牟师们都来了 大伙坐了一块开会吧 上来这事怎么办 大伙也说话 也互相的看着对方 突然间 郭家乐 不止一次咱们介绍过郭家 郭家 郭奉孝 最年轻 但是是曹操最爱的一个谋士 言听计从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字 你说什么是什么 郭家乐 我有一个主意 此计策能顶得上二十万兄兵 曹锁已经很开心 哦 他爱的人说什么他都高兴 哪怕这会儿郭家说了 咱喝酒去撸串去 曹锁弄 高兴 喜欢他 所以说我有一条计策 我这个计策能顶得上二十万熊兵 刚说完了 旁边坐的这人叫徐玉 也是谋士 徐玉就乐了 哈哈哈哈 奉孝 我非说你要绝一四之水乎 这话得翻译一下 一四之水 一代表的是一河 四是四河 是两条河的名字 一根四 你要绝一四之水 你要挖这两条河的水 拿这个水淹下匹城 那要不说这个文言他省事呢 那拿废话写 这得出去一篇多 那人家一句话就解决了 国家乐了啊 大伙也都乐了 曹锁很开心 他很器重国家跟徐玉 这俩人是曹锁的左右大脑 你这样说等于是左右大脑 想的是一回事 高兴 大伙一言就这茬啊 因为现在这个夏匹城孤城一座 吕布带人在里边也出不来 咱们把他团团围住了 如果说这一放了水 水把这成一烟 他们在里边 那没有几天蹦的 说完就完 打吕布那是指日可待 那就行了 安排人挖河去吧 这个就简单了 对士兵们来说这不叫事 哗哗哗一挖 这天夜里边这水就下来了 颅哟 眨眼之间按原文上说 大概在一个来钟头 就这个城里边的水 就得有一丈多深 就还往里边咕嘟咕嘟的灌呢 有人就报告的吕布了 说坏了 水烟下屁 城里边都是水 吕布点点头好啊 水是财啊 这不是啥说的 这我替他说的 缓解一下这会儿的紧张 着急吗 着急 着急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只能忍着呗 是不是 好在这城里边有的地儿高 有的地儿就低一点 看看能怎么样吧 着急 那是热锅上的螃蟹 哗啦哗啦响啊 有人说不是蚂蚁吗 你们家锅里边蒸蚂蚁 都蒸螃蚁 哗啦哗啦响啊 是那个绑旁的皮筋掉了 着急 他着急呢 重将比他还着急 但有一个人又急又恨 喉成 哎呦 这顿打打完了回去之后睡不了觉 后背都打烂了 只能啪的睡 哎呀 自己委屈 因为什么呢 他对吕布那是忠心不二 对亲爹也没那么好过 你怎么这么不讲情面 是不是 哎 现如今呢 我这边 我太委屈 窝囊的 在屋里边难受 再加上背上这伤 这难受呢 家里人进来了 那个有人来看您来了 谁来看我来了 那个宋将军跟魏将军 哦 快请进来 快请进来 哎 功夫不大 进来了 宋宪 魏旭 俩人进来了 啊 好点了没有 怎么样啊 哎 好多了啊 麻烦您二位还跑过一台 来看看你看看恢复怎么样啊 快坐 您二位快坐啊 我就 我就先 先不起来了 你还啪啪啪啪 别客气啊 怎么样啊啊 哦 好家伙啊 嗯 再人两天 人两天 没事没事 我抱歉的 我就是啊 其实我坐着的话也行 腿底也没事 我走道也行 就是后背不舒服 我就这么趴着点 不动还行 起来之后难受啊 快坐两位啊 那个 你来去茶喝茶喝茶啊 哎 别客气别客气 坐着了 说点闲话 说完了闲话之后呢 仨人就没话了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心事 他不是说正经三个闲人 咱们出去纯游去吧 上这烤串 喝啤酒 聊闲天 他那个好办 他这个关键是心里边都有心事 咱们是被人困在城里边的 现如今水还进来了 生死未卜 我虽说看看你这是客情 但是大部分心思还在那个上头 所以呢 半天仨人没说话 老不说话也不是啊 啊 就愣找的话题聊天吧 就这个东西聊来聊去 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聊到吕布这 在从治理这个军队到他现在一天到晚的跟这俩媳妇喝酒 到陈先生出了这么多主意 他不听 替陈先生委屈 慢慢慢慢的就每个人把自己的不满意都表达出来了 就这个玩意就怕给我得投入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演员在台上一定不能让观众走实 有一个走实的就都走实 有一个大茬的全大茬 为什么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在台上那么表现自主 他得是个心理学家 你闹清楚了谁要闹 赶紧把他摁一下 你不把他摁一下 这不都跟着起来了 今天这状态也是如此 只要一开口 说到吕布不好 并且对方都同意 还帮着我说 那咱就来聊 这一说起来那就完了 破骨乱人锤 你也说 我也说 我也说 你也说 说到最后 因为确实现在咱们的性命就在眼前 说完就完 这里边最委屈的就是侯承 侯承三句话 不厉害这匹马 我伺候他这匹马比伺候我爹还伺候的厉害 我对着多好 这马怎么那么着 我夜里不睡觉 我给他加料 我这我纳了 回来我给他刷 我那些日子在棚里边跟着马一块那睡觉 要怎样怎样 哼 越说越委屈 心理委屈 后边再加上疼 这就完了 到这会儿这个人就摁不下去了 仨人越说心气 越往一块走 到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咱怎么办 是呀 开始是说闲话 说完闲话之后 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太平年间城没有被包着 城里没有水 可能说说户下劝 行了别闹了 让人听你回来惹祸 我该上班去了 你好好养伤也就完了 现在不一样 咱们都是要死的人了 所以旅不吃亏也就吃在这 你让手下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逃脱的生路 那人家就没有办法再跟着你了 仨人你看我看你凑的一块怎么办 你说 你先说 我别说 他说 凭什么我说 你趴着呢 趴着什么事呢 不是 这屋里也没外人 咱仨人 咱这么说 事到如今 咱还有必要保着他吗 我觉得咱不如放开手搏一搏 好 咱们说好了 咱仨说的话就咱仨知道 放心 你看这点很好 因为仨人一块说着造反的话 所以互相之间有一牵扯 这里边有一个犹豫的都不能跟他说 我们准备造反一个 现在在那边说 那他马上就跑出报告去 那怎么干这活呢 侯承说了 我了解他 他老说自个身上有这个宝 那个宝的 最要紧的就是这方天化己 手中的兵刃 胯下的赤兔马 这匹马是他的命 冷兵器时期 这个马对大将来说太重要 要没有这个马 你天大能力损失一半 吕布奇这匹马 在这两军阵前 那个谁都处 你想他端着方天化己 底下换一三轮车 喝着就差着 是不是 你琢磨那状态 侯承说要起 不然就这样 你妈不得配合我 我把他这匹马 我给他偷走 没有这匹马 他就没有这么厉害了 这哥俩说可以 这我相信别人倒马也倒不了 不熟 赤兔马是你养着的 这没问题 可有一样 你倒完了 你弄哪去 给这马炖了 是吧 咱们做腊肠把它晒起来 是怎么着的 还是咱卖了 火锅 不是 你看 活鱼干嘛 摔死卖 这个马 如果我倒出来之后 我把它送礼 送谁 我送给曹操 你看 这就是把人挤着的实在没辙了 要怎么解恨 咱就怎么解恨 好 我给曹操送去 第一是表达咱们的诚心 第二来说 不就留咱们一条命吗 我到马没问题 完事 我得出城 出城 那位得帮我 宋献未逊说 这不要紧的 咱们定一点 你说哪天 差不多了 我们到东门那 他们负责东门 我把东门打开了 你一弄着马 你就走你了 你见曹操去 然后你跟曹操说 咱们里应外合 见机而坐 如果我们在城里要是得手的话 城楼之上 我们晃动白旗 你跟曹操说 让他接应我们 兴累 就是他了 急不如快 最晚明天 明天不再倒着马就坏了 马就淹死了 怎么呢 城里水太深了 我赶紧把马倒走 行嘞 咱仨说好了 谁也不许走漏风生 谁走漏风生 天打无力哄 那放心 咱这个脑子是记得一块的 咱们就是一根绳上摔的俩 仨骂着吧 俩有他 行 别起那个事了 赶紧吧 干正事吧 这说完了 分头准备 喉承好在哪呢 腿没事 他挨打是打到后背 这一晃两三天下来 也扣了嘎吱了 也基本就成了 又都贴的药布 都包好了 他偷马骑马都没事 转过天来 吃完了晚饭 规制差不多了 有打家里边收拾的紧衬利落 刀吃好了 需要带的证件身份证驾照都拿起来 反正不回来了呗 揣好了 贴身弄得了 都打这出来奔这马圈 他这有很多的兵丁 手底下的军族 指挥大伙 这干活 注意点小心 草忘后放放 别着了 该加料的加料 该添水的添水 大伙都听他了 你看吕布打的 但他在这个岗位上 人家是老大 谁都听他的 好了好了 你们几个麻烦走吧 去吧 今天我自己跟这盯着这 三天没来 赤兔马都打蔫了 我今儿得盯着他 是 您多辛苦 这有什么辛苦 这是职责所在 您这三天没来 您干嘛了 跟家养伤 你给我滚 用你 走走走 把人都轰走了 他有这个权力 跟这 先给赤兔马刷刷弄弄弄 弄干净了 拿这个草料 黑豆 黑豆是增加营养的 弄点东西都办好了 让他吃 为什么 待会他得骑着走 都弄好了 在耳朵边跟赤兔马说 老马 一会咱们换个地新鲜新鲜 你在这工作结束了 一会你听我话 我让你怎么着 你就怎么着 耳听得悄露至上 打罢了一更天 侯承前前后后又转悠转悠 把一切都安顿妥当了 因为这会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前后都看好了 觉得没问题了 又稍微等了会估摸着快到二更天了 又打槽头上就把赤兔马牵起来 紧了紧度带把安颤备好了 这被安颤 因为不打仗的时候 这马跟这儿是铲马 铲马就是光着的 那马什么样就什么样 您听隋唐的时候 浴果园浴池公救驾赤身铲马 赤身是浴池公在喝了洗澡没穿衣裳 铲马是马都摘起来了 给马得刷得洗 那叫铲马 你铲着马你没法骑 咱们都有过经验旅游景区骑马去 马背上给你搭块褥子搭个破背或者 坐在上面都难受 你要是没有这褥子更难受 马背上那个骨头得来回动才起不了 所以说必须要有安和颤 颤就是一块泥子 有的是牛皮 就贴着马背这么放下来 说书的老说飞虎颤 飞虎颤是指着上面花纹 是画的或者绣的 是一只飞虎叫飞虎颤 你画一蛤蟆 蛤蟆颤 山药颤 总管什么颤 前面这俩字是装饰 就按照颤上的花纹来说的 冰棍颤 玉米颤 颤弄好了是保护马 颤上面再搁着鞍 这搁的一块叫鞍颤 咱老说鞍颤先名指的是这个 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 喉称飞身上马 咱走 对他来说骑马 那个他不赐予旅步 他仰马的 以后打这出来 赶奔东门 没人拦着 因为是经常的事情 他平时没事 喂完了马 遛一遛 他也骑着马 城里跑一圈 有时候那会儿还不打仗了 城外边跑一圈 所以大家都很觉得正常的事情 以后打这出来 就直接奔东门 来到东门这 这个宋县魏序都等着呢 哥大心说他可别变卦 他变卦了 我们赶紧去 得杀了他 他一变卦了 就把我们卖了 哎 来了 这赶紧吩咐人 开城 因为这边地势高 这边城门这水不多 这一开开门之后 侯城这快 骑马蹭就出去了 这紧跟着 门就关上了 城里的兵丁也纳闷 这是什么操作 怎么就开开门出击人 但是将军让自己这么干的 也不能问 没识这茬 侯城骑马出去了 问哪 问曹营 直接就来了 曹营这边是没想到 这就黑灯下火的 这是谁 骑着马就来了 站住 弓箭就举起来 别别别 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从对锅跑出来的 但是话说着呢 就到跟前了 坐在这 自己人 几位将军 跟曹丞相回名一声 就说我叫侯城 我道德旅步的宝马 前来献祥 好好好 你等着 你看着别跑了 别跑了 你放心 我好容易来来不回去了 有人进去了 曹营刚躺下 有人进来了 丞相 什么事 有紧急的军情 稍等一下 赶紧起来穿衣裳 有人伺候着 坐在这 裴着自己的袍子 什么事 夜半精神 是跟您说 有人前来献祥 前来献祥 多数人 一个人 一个人想不想吃什么劲 这可不是一般人 这人姓马 他叫马成 他来送吕布的赤兔猴 男男男导德旋 不对致印不可谈 男男男导德旋 不对致印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 都可以收起 四个字也能接 能 再来吧 今天片可不错 阿个六 哎呀 我们现场编导 白教你们了 一句都没用上 请好 听书开心是吧 开心 听笑呢 开心 听戏呢 开心 行 就这三项就行了 别的我也不会了 多好玩 干惯了这个说 给村长都不换 村长不跟我换 我估计以后越老了 可能说书的时间会越长一些 上岁时候了 到八十岁了 余老师得跳大舞去吧 我有时候也看到手机上 人家那个老头老太 怎么跳舞 还有人说 这不应该那样跳舞 害他高兴就好 是吧 我看那个 上下翻飞是吧 穿肩板蹦起来接住了 我真怕掉地下 一夸一下碎了 可怎么弄这玩 但是都挺高兴 活动活动呗 这也不坑谁不害谁的 怕什么了 我来不了 我害死好 我估计余老师那会行 掉个眼卷烫一脑子卷 切尔哥是个好玩的人 他竟是包袱 他那会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其实就不怎么说笑 他那会就演电视剧 什么演小品 敢这么 觉得说笑没意思了 后来我们就遇见了 就才又开始从事这个工作 他演戏那会也挺好玩的 然后游泳去 在游泳池那坐着 那会已经小有名气了 电视台老有他游泳去 坐池的那歇着 来小朋友 叔叔叔叔 你是演电影的吗 小孩看着眼熟 好好好 小孩挺高兴 一会跑过来 叔叔叔 你是演电视剧那个吧 是吧 是是 一会小孩 叔叔叔 你是不是演电视的 是啊 是是 好 小孩走了 一会咋老远跑来 叔叔叔 你是演猪猫蟹那个吧 你看跟千哥这一晃 这么些年来 你们哥俩没红过脸 没矫情过 为什么呢 聪明人之间 不会因为这个 什么小事 俩人互相怎样怎样 不用 都能提前就站在对方的角度 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 这么些年来 很愉快 除了演分合完 他喝多了 我这个人其实挺个性 我也没什么太多的朋友 有时候他们出去喝酒 就老劝他们 没有意义 喝完酒没有用 互相坐这块 互相鼓励 互相捧 那多耽误功夫 糖活不好 是吧 但是也有人说 嗨 大伙乐伙乐伙呗 我想着也挺对的 但是我就差着 我有点个性 你看 我觉得千哥好 我们就能好一辈子 那说像 有的那个 我看你眼睛就知道这个 我就不爱搭理他 这叫不得罪人吗 有时静着 反正这话熟了 可能人家听起来 会觉得不解 我刚才这人怎么那么讨厌 请原谅吧 我努力 估计也不好改了 上文书咱们说到 忘了 我也忘了 不行 不能再聊了 对皮优酷了 这个 有个叫马城的 倒了个赤兔猴 这也不在人家这个报事的 这个 没记住 说反了 赤兔马猴城 他来个马城赤兔猴 嗯 他这一说 来人了 这人叫马城 偷了吕布的赤兔猴 给您送来了 曹子一愣 曹子说 这个我没猜着 您再说一个 他以为是偷了吕布的宠物给我送来了 我要我猴干嘛呀 不是不是 我说错了 人家猴城 偷了吕布的赤兔马 曹子高兴 这就成功一半了 伟大将者没有这个胯下马 如同损去了双足 太棒了 好 带他进来 是 功夫不大 有打外边 把这猴城叫进来了 进来之后撩一声跪刀 小人猴城 参见曹丞相 起来起来 曹子这样好 跟谁都客气 列为您记住了 他为什么成事 他跟这有关系 他哪怕之后 他会找人杀了你 也让你这会过得去 他不像有的人 他非得皮着辣嘴 这个没有办法 人跟人想的不一样 你看在吕布那儿 吕布一天到晚的 不给人好脸子 人家给你打工 心情也不舒畅 曹子这点特别好 快起来去了 哈哈哈哈 坐坐坐坐坐 他给一坐 喉城 喉城 差点没说错了 喉城 是 喉城很感动 为什么呢 在吕布那儿 没受过这个 当时心里暖乎乎的 你看我这么些年代 我从小 我打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相 八九年开始唱戏 就我这半辈子 所接触下来 我见到我们这个行业内部 不管是说书的 说相唱戏的 就是熬到顶峰的老艺术家 最大特点就是让你过得去 你个八十来岁唱戏的老头 多里多梭的 兄弟 你挺好的 其实我得管他叫爷爷 他这态度 哎呦 这你最起码你热乎 就怕这个还没红 刚有点粉不筋的 往橘黄色过渡的那个 老头怎么不认识我 为什么不崇拜我 这就是一个过程 熬到那个份上就好办了 聊聊吧 怎么回事啊 吼城很感动啊 就把我之前这两回书说了一遍 当然他没有跟曹子说 来一个来一个 这没有 因为书不赘远 我不能来回这叨叨这个 你茶馆可以 在时间多默分会又说一遍 这个没有必要啊 我把事说完 先如今 我已经把他的赤兔马倒来了 就在外边 另外 宋将军魏将军 我们都说好了 宋宪魏旭 以为内应 他们会见机而坐 什么时候城里的白旗一晃 就说明他们得手了 到时候请曹丞相 请您发兵 拿下了夏匹城 指日可待 辛苦啊 辛苦啊 曹丞站起来走到跟前 拍拍侯城的肩膀 就这两下 各位不要小看 心里边一股的暖流啊 这是什么身份 人家拿我不当外人 对曹丞来说 这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所以好多有身份的人欠缺就在这 这个没有本钱啊 挺好的 兄弟这不就得了吗 他感激你一辈子 关键时刻他才能用得上了 看看马吧 好嘞 这出来了 一看在门口拴着了 吕布的马 不用说天下文明啊 吕布老说过三宝 画像马 掌中方天己 头上这束发金官 现在已经一宝出来了 他现在叫吕二宝 可不就是吗 好好好 孙夫人把马带过去 又大大的鼓励了侯城 留在这儿 你放心 等这场仗完事之后 回得许多奏明天子 必有封商 其实封他官啊 给他什么奖励 哪用得了 跟皇上说啊 连曹操都用不了 就是跟你客气客气 让你高兴 这都安顿好了 接下来就等着城里边了 城里边吕布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呢 他就还瞒不住啊 坐在屋里边跟自己生闷气 前些日子呢 就是喝酒看演出 喝酒是自己跟着滋滋滋滋滋的喝着高兴 演出呢 是貂蝉给他唱歌唱舞 这两天呢 把这个文艺演出啊 算是给掐了 因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嗯 酒呢也不好意思喝 自个儿坐在屋生闷气 更坏 更坏 你要是这个生气的人分几种啊 有一有一种就是那个心窄 心窄的人不能生气 心本来就窄 事看不透 在生气 郁闷在心里边 天下的病 都是从气上得的 那个容易要人命 吕布跟他不一样 吕布是心宽 他其实是缺心眼 缺心眼的人生闷气就更坏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因为什么生气 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我为什么不开心 跟自个儿较劲 这样生气呢 来了报喜的来了 给您说一声 恭喜将军 贺喜将军 喜从何来 恭喜您 喜提新马一匹 我没明白 怎么还喜提新马一匹 我有那个救了 给您换一匹 我这个救到哪儿去了 跑了 不能 把侯承叫来 你们得问侯承的伤势如何 能来吗 能来 能来 他伤早好了 他不管能来 他还能跑 他不管能跑 还能跑出去 他不管能跑 还能跑出去 我就不回来 这怎么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吞吞吐吐的 说实话 好 那得了 你看 您要问谜底 我再告诉您吧 嗯 侯承把您的马兜着跑了 啊 真急了 站起来 什么 您别太兴奋啊 那个侯承可能让您打糊涂了 打傻了 打傻了之后 然后骑着您的马跑出城去了 这个什么话这是啊 你你你你瞎说不是我瞎说是真的 哎呦 完了 吕布亲自跑到仰马在这看去了 果然 除了自己这批都在啊 大伙看着他 这怎么办啊 没人干招着他 他自个儿一咬牙回来 做的屋里 气得都不行了 嗯 侯承我对他不错啊 啊 我本来要杀他呢 我都没杀他 打了五十倍花 这是救命之恩啊 你看他这么想 我本来要杀你 结果没死了 我打了你五十 这就是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嗯 你你怎么就不感恩戴德呢 所以从他这个智力 他最后死也是应该的 他没活明白 他这个人 这可怎么办 这时候外婆就说了 哎 兵丁们进来了 将军您得抓紧了 因为这个曹营啊 又开始攻城了 哦 好 来啊 抬过我的方天化劲 背好 随便一匹马 哈哈哈哈 说惯了呀 吃肚马 随便来一匹吧啊 咱们城头 关堤料阵 骑着马 上了这个马之后啊 怎么都难受 怎么都别扭 你说这个您自行车丢了给你换一辆 你是不是别扭 对不对 你骑惯了原来那辆叮光烂响的了 给你换一心的才难受啊 凭什么难受啊 简断接说 骑着马 上了下脾城头 来在城上面翻身下马 有人接过去 把脊放在边上扶着这个夺口往下观瞧 吕布的心里边啊 就觉得呀 可难受 把抓柔长一般 叫外就冰死冰山 降似 降海 哎呦 你就瞧人家 都望不见边 心说这帮人要进了城啊 我们就活不了啊 我们这是出去之后给人家垫马蹄子都不够啊 哎呀 生死在此 一战 陈公也来了 陈公在旁边看着 看看他 看看丞相 陈公才一句都不说 怎么呢 没有什么个说的了 自从我认识你 我给你出那个主意 我自认为哪条都好 你要听我的 你有一万个选择啊 你也不至于最后落的这个结果啊 看着他那样啊 陈公才也挺难受的 面如死灰 呐 吕波这状态 人哪 有的时候你看精神面貌 就能看得出来 这人最近可能是不好 从脸色 气色 表情 眼神 你看那样 你就得知道 哎呦 这种发财了 红光满面 精神状态都好 它不一样 由内而外的 一瞧这个就够瞧的 为什么老先生那会说 说没事啊 多剃剃头刮过脸 干个歇歇的 啊 这个剃剃头刮过脸 有点倒霉也不显 说就这个 精神状态在这了 人就是一倒霉 就没有心思在捣吃了 就那样吧 人整个随活下来了 这时候看吕波就是 面如死灰 一点精神都没有 陈公新说 完了 早一天晚一天 当天也就过去了 从转过天清晨以来 曹操吩咐一声 来呀 功成 好家伙 人家这功成不是打你一个城门 你是当家那个馅儿 人家是包子皮 四下里打 你也不能出去 现如今就是高顺张辽 两员大将 你还有这个宋宪卫旭 人家跟你不是一心的 那俩人憋着随时开门 和阴光临的 啊 他不一样啊 吕波打开门 还出去了 跟这曹将啊 还大战了一起 打了有大半天的光景 自己觉得不行 喘不上气来 博马又回来了 这赶紧一通射箭 掩护他进来收吊桥 关门 就直接的上这城楼上过来了 把这方天画戟扔到这儿 这有一凳子 吕波网上一坐 这人就傻了 为什么呢 宾死赶 啊 这个心的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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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不下来了 啊 关键还有一点 头天晚上几乎就没怎么睡觉 是躺下了 睡不着 就这个比坐一宿还难受 翻过来 掉过去 可能迷迷糊糊 哎 十分钟又醒了 醒又别扭 又坐下来坐又躺下 就这一宿觉 还不如出去干点什么去了 啊 这一宿没得休息 早上起来又打了一上午 清晨出去了嘛 这一上午打完回来 吃不下饭去 这么大体力消耗 你再不吃饭 就更坏了 坐在这儿歇会儿吧 坐在这儿就瞧着城外边 呀 看心里也堵得哼啊 心里说完了 这可怎么办呢 嗯 就把眼闭上 哎 闭上眼说 养养神吧 这会儿的功夫 睡着了 因为过度疲劳 太累了 这会儿竟然睡着了 他坐在椅子这儿啊 就守在这儿 就这么着迷迷糊糊的 睡着了 两旁边有冰冰 啊 这站着 睡着了 噓 别吵着 睡啊 嗯 好家伙 这呼噜起来了 怎么呢 坐着睡啊 他不得劲 他窝得横 就这呼噜 哈 大呼噜 一会儿的功夫 又打这两边上来俩人 一叫宋宪 一叫魏絮 上来 看看他 这回头 看看这些兵兵们 下去下去 是 这很正常 将军来了吗 睡觉 你别吵 下去 走 都走了 啊 就剩他俩人在这 整个这城楼上边 正当中 有个椅子 吕布坐在这儿 打呼噜 这俩人在这两边 嗯 看看周围没事 宋宪一伸手 又打怀里 掏出一捆绳子来 他这绳子 不是普通的麻绳 露筋的绳子 为什么叫这个呢 结实 捆上之后 一叫劲 往肉里边刹 你弄别的容易蹭开 你比如说你拿麻绳子 要捆人的话 你弄个碗茬 弄个什么蹭来蹭去 找一墙角还能蹭开 这露筋这蹭不开 啊 而且烧水之后 就锦上发锦 这么玩 露筋的绳子 俩人转到铝布厚头去 把这头 递给这边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拿这绳子 往前动 往前动 按说 俩人绑一个人 根本就不叫事 但是这是吕布 第一是能力真大 他这会醒了 这俩人就完了 第二他要说 紧张 啊 你终归这是 偷偷摸摸的干坏事 怕人发现 啊 要拿着绳子往前动 突然间 送线 一蹬 就把这绳头蹬回来了 未绪都抓到手里边 这怎么变卦了 不是啊 这时候拿着绳子 这不是甩过这头来了吗 送线蹲下 顺着凳子底下 把这头扔过去 老魏就明白了 在这边街 要干嘛 要把吕布连人在凳子绑着一块 这主意挺好啊 弄过去 这绳子在底下了啊 你看不 我看你 来 来 蹭 往上一冲 就没等吕布明不过来 咔哒咔哒咔哒咔 连着几下 就把人绑在凳子上 吕布这会醒了 哎 要明白没明白 这一抬腿 就把吕布踢在那 这不坐在椅子上吗 这人就这么摘位下去了 人摘位下去倒不了 因为后边有凳子呢 这绳子再回来 连人在凳子后边又绑了几圈 这算踏实了 绑完这只挣 挣不动 看 这两个贼子 没有用了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哎呀 两人擦擦海 吓死我了 从怀里面掏出一面白旗来 拿杆调好 回头看看旅渤 看 站在城上 戳戳戳戳 就这么一晃 底下等着呢 侯承也在底 白旗晃了 白旗晃了 赶紧跟丞相说得手了 得手了 赶紧哪 曹子很开心哪 太好了 给他们说一声 何以为平 对呀 你说你们得手了何以为平啊 这底就喊何以为平啊 大善门 大善门 日铺 方天画戟 扔下来了 何以为平 何以为平 这个就是平正 禁锢是高兴啊 这下来也大脚上了啊 这个都不重要啊 吩咐他们开城 开城吧 老魏老宋吩咐一声打开城门 三日后 消息来了 陈宫被捕 在哪呢 在南门那要走没走了 让大将徐黄给抓住了 还有这个高顺 张辽 在西门被抓住了 他们在西门抓的时候 是因为西门最后开 他俩跑到那儿 那儿有水 俩没走了 所以曹兵来了 给他们抓住 紧跟着有人 又到这个城楼上着去 就接收这个旅布 接吕布的时候 就把人捆好了 把凳子里撤下来啊 不能再连人带凳子去见人家 这么些人捆他就不掉事了 都绑好了 曹操很开心啊 此战告捷 来啊 旁边有人在这儿伺候着呢 来 宣德公何在 宣德公刘备 刘备赶紧过来了 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你我一同登城 登城是哪儿呢 就是 咱们老叔有一白门楼 就是指的夏匹城这个西城门这儿 他因为他那个建筑物整个是一白色的城楼 所以都管了叫白门楼 咱们京剧有这处 就叫白门楼 嗯 宣德公请 哎呀 你请 这后边跟着 大伙屡屡屡屡都上来了 来到城门上头 到城楼这儿 有人给曹操摆好了 正当中一坐 这些个文武大臣谋士 两旁边围着 这给刘备一个座 这是很大的尊重 刘备就坐在曹操旁边这儿 底下有人 先把吕布推上来 走走走走走走 吕布一边走啊 一边就正位 哎呀 原文上说 他跟大伙聊啊 就捆着这个 这个 复太极 起缓缓 这不是口语话 这肯定是作者的话 就翻译出来 就是吕布说 绑我绑得太狠了 你们给我松一点 复太极 捆我捆的是不保重 起缓一缓 求你们了 稍微给我松开点 是这个意思 往上来 曹操说了 复虎焉得不及 绑老虎 能松了吗 对不对 一说这话呢 吕布也没话了 把吕布压上来 搁在旁边这儿 游打底下 有人就先把这高顺压上来 高顺是吕布手下的 大将 往这一站 利而不跪 曹操看看他 叫什么名字 高顺没话 不说话 旁边人说了 叫高顺 好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讲吗 高顺是个英雄 一语不发 曹操点点头 好汉子 推下去 咱 你也不说话 你这个态度就是打算跟我作对 我留你干嘛 咱 高顺微微一笑 转身就走 这个不容易 走上干嘛 下楼 这不上了城楼了吗 一说咱得下去 城楼底下上那儿杀去 人家没含糊 转身就走 往楼下去 曹操点点头 按条大事 心说这是个英雄 不容易 这儿下去了 犹大底下 登登登登登登登 徐晃上来了 陈公墓拿到 好好好 快快快 快请来 你看这个词 快请来 曹操爱惜贤 谁夺的能够心有数 快请来 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顶下 陈公上来 陈公现在心如止水 什么都不用想 踏踏实实的 跟曹操站一对脸 没有表情 就看着曹操 因为这个心情太复杂了 看着曹操 曹操站起来了 你曹操这个状态 两军对垒 我现在是获胜家 我是应该高高在上的 审问你们怎样 但是曹操没有 站起来了 满面寒春 公财兄 别来 无恙风 好朋友之间才这么问呢 哎呦哥们 我可看见你了 你挺好的 这叫别来无恙 别来 无恙风 满面春风 陈公财看了看他 哼 哼了一声 就这一个哼 这是极大的误入啊 这么些人看着呢 这是什么身份的人 曹操不恼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公财兄 公财兄啊 我盼你一如汉苗 盼春雨 来来来 我有话对你 演讲 好 请大家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 订阅华语 开启愉悦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评论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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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